Apple的产品你不怕在美国卖,拿到加拿大服务 它真的全世界通用,保佣是 但是,为什么有些顾忌呢? 我试过有个小侄女在美国玩,买一部Nikon相机 玩了一个多个月就失败了,叫我拿去做 那时我住在斯加布,开机场找到Nikon的服务 一摆摆下,看它的Sever number 你这架机在美国买的,你回去美国做吧 记住这件事,真的 当堂激怒,整架相机扔爆去 神经病 你叫得到国际维修 即不是国际,你是哪个国仔 这个国仔维修 Nikon,小心啊 好,多谢收看,欢迎订阅